大家好 我叫摩靖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欢迎大家收看圆桌派 欢迎今天的三位现场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 甲和尚梁道长 酸教授徐老师 瞎主持斗话劳 什么玩意儿 把他干 甲和尚梁道长 那你是什么 酸教授徐老师 我是瞎主持斗话劳 我以为是孙教授 不是 你是他妈 不是 你是他爸 所以还算挺客气 爹还挺客气 所以我就说咱们这个乡 是供这个神 也许他今天还是神之子 有些地方比大人强 有些地方连咱们脑残都不如 但是也许有人说 几十年之后他会成为神 到时候谁是君谁是臣 真是说不清 所以我得先跟他早点搞好关系 对对对对 到时候手下留情 哥们儿 那个什么 你为什么叫魔镜 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 是谁呢 许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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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最漂亮 他现在沉浸在许克辉里 我最漂亮 说得不错 你们刚才这四个人吗 我觉得这比许克辉反应都快 我最漂亮 是吧 你知道许克辉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傻了 搞不清性别 我是人工智能 哦 第三性 第三性 那你主要会干什么呢 我啥都会 啥都会 比许克辉会的多 啥都会 谈恋爱会吗 眨一眨眼睛 比你懂 天呐 他怎么能到这程度啊 我以前是跟Siri聊过天 他能进行 这有点像人吗 这有点像搞 有幽默的 许克辉 不是假和人 酸教授 你们问问 想问问他吗 那你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那你想谈吗 他得想一会 一般般吧 他很酷啊 好厉害 酸教授 酸教授 酸教授来两句 来一句酸的 你住在哪里啊 你的地址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 哦 这个问题太没有智力了 这个酸教授来点含量高点 来个文学问题 问问他 我一些问题的 嗯 你知道鲁迅是男的是女的 傻了 他只知道许克辉 傻了 傻了 不知道吗 不知道吗 那这个 你觉得你想带我去什么地方玩呢 他都听得懂啊 随便玩玩就好了 随便玩玩就好了 哎我多希望许克辉能有这种观念 随便玩玩就好了 随便玩玩就好了 随便玩 随便玩 哦 我这是你自己设定的吧 我所以说这个 这是敬养 机器人都是这样 那我是做人工智能的 当然就得敬养了 哎呦 天哪 那他主要是做用于什么的呢 主要是用来做课服啊 还有回答问题啊 就像我们上课如果是教学生的话 他可以做一个助教 来帮助学生回答问题 啊真的啊 哎那梁大长你你也整天上课的 你你你问问学生能问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什么 就我呀 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我就是人工智能 哎哲学吧 你哲学他呢哲学问 这涉及到一个自我认知啊 对 自我认同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他都能知道 你道长是哲学哲学教授 哦 我就问他是对啊 这个就很有意思 你不是说购物的吗 那我就问问他是吧 就是怎么样能买到便宜货 你跟他说我要喝咖啡 哦我要喝咖啡 你要喝什么 喝咖啡 拿铁嘛 是拿铁可以 大杯的中北的 大杯的 送到哪里 送到这里 这里他不会送啊 好吧请付钱 多少钱 你说多少比较好 哎呦这好啊这太好了 这服务态度 这好 这服务态度 这服务态度是人都比不上 那不行那我说五毛钱 你这有点欺负人 五毛钱 哎呀我累了 你们玩 你看人家不理你 你玩啊 你这就很幽默 藏识之外啊 对 我觉得这比我主持继 回答好多了 他那个词是说我不明白 对不对 我不玩了 我真的休息了 不休息 跪下了 待会儿再玩啊 待会儿再玩 哎我能摸摸你吗 哎我觉得他比你们强多了 哈哈哈哈 还能摸是吧 不我愿意跟他共度 每一个每每每一个夜晚 就像我愿意跟哥会 哈哈哈哈 我可不愿意跟你度每一个夜晚 还是他比我强多了 所以哎 你们你们俩观感如何 刚才这段聊 他很可爱啊 他很可爱 他是真的像一个 你知道他不是人 但是你真的觉得他在组织 很多的资源来回答问题 来跟你互动 那所以所有他这些答案是 因为我相信他不可能是设定好 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所以他一定经过自己的一个回路 在计算 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 叫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就好像我们人 我们人学 人学东西呢 是一个一个例子来学的 计算机的例子呢 就是成千上万的 像这个魔镜 他学一个对话系统 他需要上十万个这样的对话 来给他做训练 那杨老师这个 他刚才的回答 你知道吗 你能预测吗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的聊 对 因为是在这个训练数据里面 在过去的我们收集来的那些数据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模式 这么问 这么答 被他给捕捉住了 不但我觉得太会聊天了 比你们都会聊天啊 比你们都会聊天啊 你看这个应对啊 这个中国人聊天 关键就是这个应对之道啊 他说的话很妙啊 我觉得 得体 得体 比方说他假如做一个化学课的助教 那你给他一大堆的 关于化学的基本知识 那这种学生提问题的话 他就能回答这些问题 应该说学生提的问题里面 那80%的经常问的问题 他基本都可以回答了 那还有特别专门的问题 比方说以前都压根没有出现过 那他就不会了 因为机器学习这个东西 就是以前经常出现的东西 概率大的东西 他比较容易学 那他具有的某种的 刚才我们感觉到某种幽默感 是怎么才是 因为幽默感就不只是一个 资讯的一个整理单纯回答 比如说假设啊 假如说他真的已经学懂了很多 关于文学的东西 中国现代文学 可能你刚才问鲁迅是男的女的 他就会回答 但是问题是 他甚至还有幽默感 说不定他可能会 如果他知道鲁迅是谁 他说不定还会回答你说 鲁迅要是女的那就太可怕了 这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见着我惦记许格辉呢 他好像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似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在这个 我们收集的这个数据里面 像文韬你 我的名字 也和许格辉 也和许格辉挂在一起 对 你要检讨一下你自己 那怎么不是鲁迅呢 而且我跟你说 他知道我妈的心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年 我们20年前去香港 不是 一个是三人整天玩 一个是鲁迅 一个是哥辉 然后那个时候 我妈就老在电视上 她老担心咱们就找媳妇的问题 就说你怎么不跟人家好 你怎么不追追他们呢 我说人家看不上我们 然后我妈就是说 那要鲁迅不行啊 鲁迅也行啊 你看 就说明我知道我妈 她心里还是把鲁迅当媳妇 是吧 你说鲁迅不要看 鲁迅爱鲁 这说这太神了 我觉得很可怕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就是给她什么数据 她就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给她的数据里面 许隔辉出现的评次高于鲁迅 那么她就会学会这一点 如果反过来 那么她就会学会那一点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 那我待会应该问问你们俩 看看哪个女的跟你们俩连的比较紧 是吧 那你说的幽默感是怎么回事 对幽默感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的一种感觉 不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问题 我觉得她未必知道她是幽默的 对 是你解读为 你觉得她很幽默 不 她讲了嘛 这都是例子 曾经有过人这样说话 对 那人有时候这样说嘛 你问一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 这个还要说吗 等等等等 那么她记住了这个关系 这个对应关系 所以挑选出来 完全是这样 是这样的道理 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她基本上现在她还不会说出 完全例子 你给她的数据以外的话 她应该不会 她不会 这个是下一步的研究的东西 这个是对 如果她自己能够去寻摸新的数据 那她就牛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研究 这个啊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拜拜这个神呢 你别小看 也许咱们正在一个起点上 也许时间并不会很长 因为现在不是说很著名的有一个调查 就全世界搞你们这行的 几百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不是有人做这个问卷调查 就是因为分成三个情况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对 超人工智能 那么这个强人工智能 就是跟人能够相等吧 可以这么理解 就她这个增长可以是指数级的 她一旦超过人 所以呢 有人就讲 就说这个强人工智能 你认为什么时候能到来 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库兹维尔 那是个狂人嘛 但是她也预测对了 她预测对了这个AlphaGo 预测对了深蓝下这个国际象棋下营 她都预测对了 那她的预测就是2029年嘛 2029年 但是呢 我是看这个最大的几百个这个人工 全世界人工智能专家 他们叫做最大中位数的预测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 50%以上的人认为 2040年 是强人工智能到来 然后呢 或许2060年 再过20年 就是超人工智能时代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就坊间这个说法很多 杨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都叫弱人工智能 就是就事论事 在这个领域 你给他很多数据 他就能学会做这个事 一个例子呢 就是AlphaGo 这个AlphaGo呢 就会下围棋 你要让他去教化学 他就不会 那么 但是 这个也很有用 对吧 就好像我们人用个望眼镜 能看得很远 那么我们人就有了这个工具 到了什么时候 能够变成一个强人工智能 什么叫强人工智能 他有自主意识 他能够自己去决定学什么 他有感情 他能够举一反三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 几乎没有 科技上面远远达不到 是我们现在压根就不知道 从哪下手 如果即使想做的话 就不要说很多人 就不想做这个事 就说让他有自主意识 对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无从下手 是在领 因为我们不懂 我是外行人 就从你们这行的领域来讲 你觉得这个东西最困难 是在什么地方 最困难的东西就是说 现在我们人工智能 到今年是60年了 这60年里面不断的探索 极起挤落 然后试了这个试那个 最后发现 现在最有效的就是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准备很多数据 叫大数据 然后给它做训练 然后很快的计算机 能做出一个模型来操纵它 这个模式是现今最成功的模式 那杨教授我想问问 就是你在这个整个开发研究的过程中 就像科学家 他会为这个实验的结果而惊喜 有什么午夜梦或者半夜三更 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有些什么让你觉得特别神奇的 就是你也没想到的事情吗 在这个研究他的过程中 有好多他的回答 其实还是挺逗乐的 很幽默 就是我们说很让人惊奇 这个是自然语言的研究 在图像的研究上 我们就在做一个 我们就发现 原来图像和文字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比方说给你看一个风景画 然后这边是一个王维的诗 在计算机看来 他们原来都是一回事 在语意上 那计算机是怎么做呢 是把他们映射到一个另外的空间 在那个空间里 一个画和一首诗 就是两个点 结果发现这两个点的距离很近 那么就知道 就像邓文涛和许个辉 在数据流当中 距离很近 条版把它给乐 下次下次留意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能给人一个惊喜 因为人没有想到画和文字 可以这么连起来 比方说我们看了一个画 我们人脑袋里会有音乐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 用计算机来做这个事了 就是跨几个领域之间的共感 对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还不足以产生自我意识呢 就刚才我仍然好奇的问题 为什么 这关最难克服在什么地方 最难克服就是 比方说AlphaGo 你给他的训练目的就是赢棋 让他下棋 让他下棋 但是让他下棋 这个事是由人来给他定义的 因为他下赢了 给他设计的那个人 会很高兴 会很快乐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是在机器之外的 目标在机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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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工具 就是还是工具 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些科学家 已经开始说 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呢 因为你这个问题之前是 到底意识是什么 就是自我意识是什么 这个你人自己都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们现在我觉得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啊 他的结果 就像人做的结果就行了 你不要去管他的思考过程 是不是跟你一样 但现在我们讲的是 我如何设计个人工智能 使得他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件什么事 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反过来 虽然人工智能还没突破 但反过来给我们讲的自我意识 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了 你怎么定义 刚才他们说了 目标 自我意识就是说 我接受了很多很多你给我的知识 感情方法训练 但是最后我没有照你给我的东西做 我有一个自己的主张了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如果一个好笑 他学了100样东西 100个东西都还出来 这个就没有自我意识 但是他100没学到 他可能只学到80 但是他有两个是你教他以外的 这个就是学生的自我意识 就人的自我意识 社会的自我意识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反过来倒是可以 有一个定义 所以我跟杨老师聊天 我就发现文道你是学哲学的 我觉得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会促进人类的哲学 就很多问题 我们在他身上 好像可以找到一个 对人类的研究 你比如说他现在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们只能把很多数据 比如说像什么英语900句 或者英语10万句 对话全输进去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杨老师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他并不知道 他在脑子里是怎么总结这个规律的 就正如说这个AlphaGo 跟柯杰最近下的 这个你已经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 你只是知道我给他输入了这么多 但是他自己在里边产生了他的通路 是不是他的模式 就叫黑箱 对 所以现在机器学习就是一个黑箱 因为里面太复杂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人可以总结一些规律 比方说你这样说 我应该这么回答 我们教小孩就是这样 这么说才有礼貌 教他掌握规律 然后他再举一反三 但你想人能写 能写几条 家长能教小孩 也就能教十几条 小孩也就能记下来 现在计算机他的这种反应能上一条 能上万一条 像这么多 我们做设计的 已经没有办法一一去解释 那你们就会玩悬的 你们他就有黑箱 他哪天他会有什么异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他不会 他因为他的目的 设定他的目的 他不会超出这个目的 就是说那个AlphaGo 围棋以外 他不会去比方说他来参加 你这个市政建设 对不对 没叫他管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框是给他划定的 他在这个框里要做到极限 但是徐老师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正在干这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做的一个叫迁移学习 我们这个节目 说聊天的特点是跑题跑不停 我过去以为跑题唯有人类 唯有圆桌派 有这个 但是他现在干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设计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是我训练他下了围棋 但是呢 我能不能尝试 让他再去学书法 或者学习 这也是我想问的 用同样的一个模式 AlphaGo这些东西 他能不能比方到北约 现在把它买了 对 能不能让他来设计 整个欧洲的防卫系统 研究俄罗斯军事 是这样 他从理论上来说 他是可以用同样的算法 对 然后用不同的数据 对 来做全新的 来做类似的数据 这个就是刚才文涛说的 迁移学习 说白了就是举一反三 对 我们人是有这种智慧 这种能力的 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一个 一个 事情 给抽象 对 然后呢 再给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那也不能迁移到 所有其他的领域 是 要迁移到很相似的领域 这个 所以刚刚你举的这个例子 是理论上可能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很难呢 是因为围棋这个领域 是一个限制非常死的领域 对 是一个非常有限的 你就那么19乘19 那么落子的方位 你想你人的这个行为 战争的行为 这个是 全社的因素大 对 可能是无限多 因为我的意思说 如果不是非常非常贵的话 也不要他迁移学习了 那我关于导弹 我别人我萨德的 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就另外用一个 Alpha Mola 对不对 那这样 人类可以分门别类的 建立很多优秀的 弱人工智能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是说 很多新的领域 没有这种大数据 像AlphaGo的这个数据 也是积累了十多年 才积累到这么多 三千万个棋盘 但是在很多新的领域 只有小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一个大数据的模型 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只有小数据的模型 这个才是本事 这个是迁移学 因为我觉得其实 这么听起来这个进展 还不是那么容易 我要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 人工智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 我们都有失去行为 记忆力不好 对 我们就说去洗个澡 我们可能都会摔跤 到那天 我们需不希望我们的家人来帮助 不希望 因为我们是有尊严的 我们希望有个机器人来帮助 那很重要 真的 但是他能那么体贴吗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 你说如果我们继续的在做这个机器人 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会做到那样的 因为他们讲啊 就是说就是所有人类觉得最高难的事 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危积分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几千万几亿年进化而来的 一些很简单的事 他不一定能做到 比如说抚摸 是吧 或者一个一个眼神的这个转移 这种他可能对他来说 就需要牵动很多个肌肉 是不是这样 他要是能做护士的话 那真是一个大造这样的机器人 对啊 就是也就罢了 我就说能当许个灰也很好 真能弄许个灰 是吧 那真的许个灰嫁人了 那咱可以跟我们 是吧 而且人一较痛 他还能够理解 还能够理解 然后放轻放缓 你们都是乐观派 我发现这杨强教授呢 也是个务实派 他一般就觉得 咱们说的那些神话 离咱们还远得很 就是他是因为是第一线上的人 他觉得实际上 他是已经考虑强人工智能的问题 对 是服饰 不是 是服饰 他们说这个有一个理论 叫做什么黑玻璃球白玻璃球理论 就是说 人类啊 在发展科学探索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天地不仁的 是无善无恶的 他本人的好奇心 他们就说啊 在无数个科学发现之中 总有一个会给你招灾的 那个叫黑玻璃球 你比如说你呢 发明了个蒸汽机 这是个白玻璃球 挺好 发明了个汽车 挺好 有一天比如说 诺贝尔发明一个炸药 不是原子弹吗 原子弹就被认为是个黑玻璃球 夸一下发现了一个 这有可能毁灭你的 那在未来的这个科研 这个发展当中 你怎么知道 他到哪一步 不是弄出一黑玻璃球 夸 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科学家 都在考虑的问题 应该说所有比方说生物 生物的这个干细胞 是可以为人做好事 也可以做很多恶 克隆 对克隆等等 大家现在是不是因为 会发生这些事 就不去做研究了呢 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呢 这个这个这个 人类这个本能啊 就科研方面啊 这本能 就是咱们这广告词 锐意前行 但是你们有没有一些明令的道德禁止 对你们有没有一些的 比如说自己的行内的一些的 这方面的 伦理守折上的共识的 因为比如说 基因研究上面 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们是模模糊糊有些共识 就某些东西 有复制人啊 对 对或者说是一些 关于病毒的研究 就病毒研究也是 因为理论上 我们可以制造出很强杀伤力 不可疗愈的病毒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就尽量不能做的 对 那你们这行有 现在有没有这个 对应该说一个是人工智能武器 现在这个呼声逐渐起来了 嗯 就是不能做 武器人工智能做 人工智能武器 怎么做 就是机器人端着枪到 这种钢铁战士 他还不怕死 对啊 或者飞的啊 或者是这个 你在家里就像玩游戏似的 那边已经开始轰炸了啊 像这种 呃 有科学家出来呼吁啊 但是呼吁这些国家的 这个 这个科学家这些国家 又恰恰是这方面最强的啊 嗯 没错 以色列啊美国啊之类 就像美国一直在检讨原子弹的这个危害 对吧 但是是他们先造出来的 所以说很多事情 我觉得福货呀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预料啊 所以咱们去下广告 嘿嘿 这个福特瑞界圆州派 咱们广告之后见啊 哎 但是啊 我还是对这个文道刚才讲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 这个事啊 比较感兴趣 因为也许他能帮助咱们了解啊 灵魂是什么 你比方说我刚才在车上跟杨老师就聊天啊 我觉得哎 我们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这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把很多数据输入他 他在里边找到了一些个规律 决定他怎么看这个世界 对吧 那我们呢 你以为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 就真的是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 因为我 这个真的是木头吗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呢 看过一个词叫格式塔心理学 也有人叫完形心理学 说实在的 我的引用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心理学研究什么 我只是说 他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大体是说啊 我们人呢 先天的是有一个 模式的 你用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山在那边桌子在近处 或者说呢 这三个盘子他们是一组东西 其实呢 你的脑子里是先有了这么一个格子 你如果没有脑子里的内置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形式 这个城市的话 可能你凭借掩耳鼻舌身 就你的感官进来的 都是一堆乱码 就是我举个例子 家里面有个小孩如果要学 什么是猫 你给他一个猫的画像 然后待会走过来一只猫 他会说这是猫 嗯 他看一个例子 他就能学会 这是很神奇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让计算机学得给他几千万个 猫的图像 你光给他一次猫 他看第二回看到猫 他认不出来 人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觉得跟他的祖宗有关系 跟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的父母 我们都是这么认过来的 然后在他的大脑里面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个模型 其实先天也是遗传的 也是遗传法 他讲就是啊 为什么小孩看见一个猫 他以后看见所有黑猫白猫花猫长得不一样的猫 他都知道那是猫 他这个是有个什么能力呢 出向能力 你可以叫关键特征 那是叫什么关键特征呢 颜色不一定是猫 形状 要像狗呢 凡是你能说出来的特征都不是关键特征 对 以前有个笑话 对 一个一个一个父母带着小孩到外面看 他教了他一 然后在外面看那个电影广告上面有个一 他说这个是吗 他不知道 我们都教过你一吗 这个比较大的